一旦放的时间不愁 口感也不愁 昨天我吃了一家正江锅干面 我感觉不错 所以我今天特意找了一家百年老店再来尝尝 而且他们家小肉特别出名 6块钱一片 单吃这个里面的肉 其实你会觉得有点残 但是它外面是一层皮冻嘛 也加了肥肉 肥肉相间融合起来吃 你就会觉得口感特别好 你们别的外面时间尝得花辣 如果是说刚刚拿出来你们吃的话 有筋道 你再给我上两个 好 你吃了就吃了 不要蜷子 对 吃到真的 这个看起来就很韧了 很韧了 所以吃小肉就是要吃装上来的对吧 刚上来 一旦放的时间不同 口感也不同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是冰冰凉凉到 还是刚上来好吃 小肉站着他们这边醋吃起来是真的很香 点了一个三鲜面 他们的三鲜面就是藏鱼片 腰花加肉丝 面条是那种小宽面 正江的锅干面 第一它的焦头 第二它的汤汁都做得非常棒 真的是太满足了 豆肉吃起来还是比较嫩 蛋片也是比较爽滑 里面也加了一些韭菜 会去掉酸片的这些腥味 汤汁非常鲜 焦头特别多 小宽面吃起来非常劲道 小肉是真的很好吃 我俩私心办 以上观点带着四哥本人 好看 有看 好看 好看